我們常講一個偉大的發明呢 可能改變一個投資的趨勢 譬如說最近這個網路上 大家一直在討論這個AI的這個 寫字機器人呢 到底在哪裡買 真的這麼厲害嗎 他可以完全模仿人的筆跡 所以很多人 這個學生族群都想買這一台 大家看畫面上 非常非常的厲害 這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趨勢性的發明 那另外呢 過去台灣呢 發明過紅綠燈出現這小綠人 小綠人先慢慢的走 然後變成快跑 全世界都在學習 不過呢 未來可能有一個更創舉的發明 就是紅綠燈會變成3D投影 大家看這種投影牆 讓你很清楚的發現 現在到底是紅燈還是綠燈 相對來講會更加的安全 那講到這個呢 就要接著我們下一個主題 這個風總 今年上半年喔 台灣呢 應該全世界有四大展覽 第一個是MWC 大家知道下禮拜一 第二個呢 是3月初的這個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再來3月份呢 還有一個這個在新加坡 有一個IoT展 以及喔 5月 5月份的這個德國無人駕駛技術展 那這幾個呢 當然現在大家都在討論MWC 可是呢 大家知道嗎 台北工具機展是我們的主場優勢 所以它的商機特別大 大家看一下喔 這次的這個商機喔 是亞洲最大已經超越北京 現在呢是排名全球第三大 而且呢 訂單來了嗎 來囉 大陸採購團有超過百人喔 下個禮拜來台 而且呢 是創下最大的這個採購團喔 所以這個豐總 這幾個展覽 你覺得商機最大 是不是就在工具機展 其實因為工具機展這個名字 讓大家有點confused 而且是傳統產業 因為我念工藝工程 我比較龜毛 因為工具機 你會以為是什麼龍門加工機啊 什麼車床洗床啊 沖床 其實應該改成叫 叫智慧機械展 智慧機械展 因為你現在不管去看那個所謂 工具機展 或是我連續看了好幾年 他展示出來了 包括有智慧機械 智慧照 包括機器人都在裡面 所以說今天我們說 只是說大家沿用這個工具機展 大家都會以為說是這種 傳統的大型的這種加工機 其實不對 好 那我再拉回來講 為什麼這次很重要 就在這個工具 我告訴各位 最近有很多這個族群的個股啊 包括我們之前 我在節目中講過的名機材 最近是不是噴出去 可是已經噴了一大段之後 高漲震盪了 就是說我認為228假期前後 這個展覽的題材會發酵 為什麼 邏輯 我們一定要抓那個邏輯 是的 所以今天不是討論到 我們說這個創新條例 堅頭版有寫 保留雲瀑稅 以前是在討論 現在已經要落實成為政策 他說保留雲瀑可以讓你鬆綁 重點是什麼 你要拿去投資 而且他有說 你要投資什麼東西 你要投資智慧機械跟5G 那經濟部也說之前 這個也是年初的時候 就跟這個之前的賴慧 也有說過 我們要成為造圓產業嘛 對不對 那在這裡 臺灣這個 因為中美貿易戰 之前有一波在做一個觀望 現在已經貿易戰 這個氛圍已經開始有點 有點慢慢的大事底定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為什麼 剛剛上面一章有說到說 等一下我還會做解釋 為什麼說大陸採購團要來採購 因為這個精密原件 他們要找Second Source 你看中國大陸 他為了美國你抵制他 就是抵制中國大陸成為 2025 這個大國吧 對不對 所以可是他可以去買了 德國的這個KUKA 可是有很多重要的很多component 其實這個東西來講話 就是依賴日本或者是依賴 在精密工業很厲害的臺灣 這我就要跟大家解釋 所以這一次工具機載有很多的商機 尤其是這個數百個買家 剛剛這個KB也有提過 要來擴大採購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這是一個這個平面媒體的一個記者 這個上海發的稿子 裡面有幾句話很重要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用快速跟大家講 他說這次大陸主攤來 不是用參展 而是用買家的身份來觀展在出手 直接是來買東西的 而且他說這是大陸到臺灣來擴大採購 工具機器你看是不是不一樣對不對 智慧機械 主要是中美貿易影響 入場要搭建第二供應鏈 不要被美國牽制 而且大陸採購的規模更剩往年 再來 這一個我認為很有趣 我很喜歡看文章中的美感 你看這個地方 很少人注意到 中國大陸最近當局怎麼樣 要求高質量的製造 那所以說大陸廠商要花錢採購 生產線的檢測設備 而MIT的Testing Machine 就是成了新南海 重點來了 商機在檢測設備 這是其中之一 那誰能夠符合這麼多 來我跟大家報告 你看最近 這個廣民 協作型機械人 我以前在節目中提過 因為我以前唸過一顆機械 協作型機械人沒有什麼了不起 為什麼廣民一月發酵 因為他一月十六號參加日本機械人 他加入什麼 機器人的那個智慧的一個Sensor 視覺 對視覺 所以當他變聰明 變有智慧的最大漲一波 那在這裡你看 很多的這種所謂的一個精密組件 我不要用工具機 以免被大家誤會掉 就是說這種所謂的傳動元件 你看這個值得只做線性滑軌 他只做一下線性滑軌是什麼東西 剛剛Kevin你那個寫字機有沒有 那就是 大家不懂就是用線性滑軌 再加上他的AI軟體 那個線性滑軌 我懷疑還是made in Taiwan 其實娃娃機那個移動 那個也是線性滑軌 那是比較low的線性滑軌 比較低接線性滑軌 那這個地方就是你看 人家已經打出W型 已經開始突破了 警戒開始突破 這值得九十幾塊 上銀是非常好 我認為台灣裡面 你要我選10檔 台灣很好公司 我一定投他一票 可是有時候就是籌碼上面會被 有時候會被一些議題 可是呢 W型已經打出來了 這麼漂亮的一個 三個半月的大抵打轉 已經開始 冒頭了 對冒頭了 那傳動元件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他是有滾足螺桿線性滑軌 現在剛剛開始 還沒有突破警戒不過你看 都是很漂亮的W型 若只是一檔 那叫個別股的一個態勢 可是這三檔都是趨勢 這個族群已經告訴你忽之欲出了 為什麼 中國大陸要捕獲了 你說在這方面他要再捕獲了 那觀望範圍不對 那我們在這地方你看 我們說形態上面 你說W型還會壓下來 可是像這種三角收電代表什麼 他連壓回來的一個力道都沒有 所以他姿態更強 對姿態更強 所以說三角收電也是冒頭了 這檔個股叫做和春 而且前面你看 廣民自飄飄 這個營是乖離過大 然後你看這個是 這個是值得是快百元的 上營是260幾塊 全球傳統也是很好的機油股 也是70幾塊 可是和春目前才在十幾塊錢 而且他有非常好的基本面 包括三大組件 傳統元件 光學檢測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商機在這地方 我把那個道理講給各位聽 我們一個一個做分解 你看這是什麼 這個是不要看這個model 這個model都不太清楚 大哥想要看都看不清楚 我要大家把這個聚焦在這個地方 這是公園院跟和春合作的機器人 好 各位你有沒有去過台北重慶南路 那邊有個城隍廟 這是花燈 我們那個燈結 城隍廟 旁邊有個全家便利店示範店 我去玩過 他等於說他那機器人 他幫你拿杯子 砲好 磨豆砲好以後 他還會怎樣 把那個門拉開來 然後推到你面前 對 這是用的 就是全家用的就是和春的機器人 好 我們說機器人有三個最重要的關鍵領主件 一個叫做控制器 一個叫做什麼 一個叫做 這個一個叫做四伏馬達 另外一個就是關節靈活度 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要靠這個減速器 你看通通都有對不對 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尚營說了 因為80%都控制在日本手上 尚營說他可以百分之百 至四 和春你看我特別把他拉出來 減速馬達裡面的斜坡減速器 他是跟日本的Nabisco合作的 所以說這個地方你看 三大零主件 他通通因應俱全之外 我們再來看下面 所以他產品線也非常廣 對 好 我們說傳動元件 就是滾珠螺感線性滑軌 還有一個叫什麼 還有一個叫做 叫做這個主軸 那這個東西還是主軸 滾珠螺感線性滑軌 那這個是等於說潤材 他全部 產品線非常的完整 另外我們說機器人要有智慧 要有什麼 感感器 要有Sensor 他跟Panasonic合作 每次我連續三年去看 每次河村的這個攤位 都有一塊 專門放Panasonic的東西 所以他這個是全業界最小 最完整的傳感器 重點來了 這個是大商機 剛講的 檢測設備 因為大陸要開始 中國大陸當局要求你要高質量 所以說要做很好的檢測 那台灣的檢測機台 尤其是像河村 他是光學檢測 你看這個不管是累積的 半導體等等 這種自動檢測的一個商機 還有我們今天有一檔新掛牌 叫大泳城 是做那個機台的對不對 你知道嗎 台灣是不是地震帶 半導體稍微一震 那還得了 那個你可能就是成為 這個半成品就是廢料了 那這個地方叫做隔震機台 你在這個重要的機台下面 先墊一個這種隔震機台 你就可以避免掉 等於說可以減少掉 這個地震的一個傷害 我們最後來做個超級比一比 你看我把這幾檔個股 其實還有很多 我沒有完全比 我們把這個指標股做比 上一次我認為非常好的一檔 產品線也很多 產品線很多 你看值得很專精 他專門做線性滑軌 全球傳動 他專門做線性滑軌 跟滾珠路感 可是你看河村 我剛剛也給你看的 滾珠路感線性滑軌 機器人 還有包括機器人 三個重要的零組件 包括還有那個讓機器人 變聰明的智慧感測 還有隔震機台跟光學檢測 就是很重要的光學檢測商機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 這個像6215的河村 也就是說他本身來講的話 像我們剛剛看到 他已經開始從底部三角收斂上來 所以說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認為是228假期 長假 很多人都在放棄